台湾古早味菜谱一本烘肉饭 烘肉饭 闽南语 Bal P&G 客家语 Kong & Geek Fan 也写成矿肉饭 台湾南部称为卤肉饭 台湾小吃之一 是一种以白饭 所以炖煮猪肉的米食 配菜 则以腌菜类 黄瓜 白萝卜等 及笋丝为主 饭内或撒肉骚 所谓的烘肉 是只将大块猪五花肉 彰化采用猪后腿肉 以酱油 糖 及香料等材料 用小火煮至熟软卤制而成的肉 其他部位的猪肉块 则有其他名称 腿库饭 腿人饭等 由于烘肉饭适合作为正餐食用 因此在台湾 除了小吃店 可常见到烘肉饭之外 在自助餐店及便当店内 烘肉饭亦是常见的主力套餐 举例而言 目前台湾外卖便当的种类中 烘肉便当往往和猪脚便当 排骨便当 鸡腿便当 并列为店家最常工人选择的种类 烘肉饭在台湾美食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口感软嫩又带点Q弹的五花肉 再将白饭淋上油油亮亮的肉汁 非常下饭 配上辣菜脯 盐小黄瓜以及卤蛋 这就是永远的台湾味烘肉饭 五花肉条600克 水煮蛋3颗 蒜头20克 老姜20克 青葱一根 辣椒一条 八角一颗 水750cc 白米两杯 水 煮饭用两杯 调味料 酱油90cc 蚝油5大匙米酒 三分之一杯 将五花肉条洗净 切成约8公分块状 辣椒切斜片 蒜头拍扁去磨 老姜洗净切片 青葱去尾切葱段 鸡蛋煮熟去壳备用 利用牙签将五花肉串起定型 可避免猪肉在长时间的炖煮后 产生散掉之状况 锅内倒入两茶匙的油 放入五花肉块 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略上色 再放入老姜 蒜头 辣椒及葱白爆香 倒入蚝油及酱油 略拌炒出香气 并使肉块均匀略上色 放入八角 米酒 水煮蛋 葱绿及将浸腌 过食材的水量 慢炖三小时左右 将烘肉 卤蛋 辣菜脯及腌小黄瓜片 铺于白饭上 台湾古早味烘肉饭完成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请关注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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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